大家好 这里是星体指导 今天我们跟你聊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 如果没有今天 明天会不会有昨天 听的话题就特别傲 实际上是因为疫情期间 我参加了新加坡的一个书友会 然后COVID-19结束以后 大家一直想真正在线下这些书友 做一些交流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书友见面 这就是我在书友会上 跟各位分享的这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非常年轻 1983年已经是哲学博士了 我们知道对读哲学来说 40岁是很年轻 他的名字叫伊夫斯·波莎特 然后是一个台湾的作者 对他做了翻译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 实际上它是由55个小故事组成 我拿其中一个故事来跟各位讲 各位一定是耳熟能详 话说一列火车在轨道上开 前面有五个工人 但是他们听不见声音 很可能就要被撞死了 然后这个火车在铁轨上开的时候 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救这五位工人的人 但是你需要搬到 你会导致火车走向另外一段铁轨 但这样也会有一个人被撞死 所以选择就是如果不去管 五个人死 如果去管还是要有一个人死 那这就是一个两难选择 但其实没有完 下一步作者又问 如果是在一个桥上 你旁边有一个人 你如果把这个人扔下去可以救 那跟搬铁轨就不一样了 因为搬铁轨你没有物理意义上 跟那个可能会被撞死的第六个人有接触 但是如果你是从桥上把那个人扔下去 你就是直接的谋杀了他 虽然你也救了另外五个人 OK作者只是提到这里 但我想跟各位分享 那如果再往下走一步 没有人可以去扔下去 只有你自己 你自己跳下去 可以救回来那五个人 你会不会跳呢 那这是作者举的一个故事 作者还举了一个故事 说在美术馆 美术馆有一个画展 所以有很多幅画 但是每一幅画都是用红布包着 虽然上面有这幅画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 这幅画想表达什么内容 但当你花了门票进到美术馆 你除了看到这些说明以外 其实只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一块一块的红布 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要美术馆 退款呢 所以其实作者是 把生活中的很多哲学故事 把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哲学故事 还有那些很著名的哲学大家 都在这本书里面 用一个成体系的方法做了列举 它有一点点像三十六级小故事 或者是道德经小故事 把很多传统的哲学思想 用小小的故事拿出来 然后又回到当年的那些古圣先贤 我们华人朋友看中国古代的 类似于三十六级 或者《易经》 或者《道德经》 或者《论语》 这些小故事很多 但是我们倒是很少有机会 把西方哲学当中 这些经典的小故事拿来看一看 甚至于其实不只是故事本身 而是故事背后那些 让人可以去深思 深省的哲学道理 那所以今天我跟各位推荐这本书 如果没有今天 那明天还会不会有昨天 这本书不长 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 甚至于每一页 你都可以拿过来单独去看 这本书不长 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 甚至于每一页 你都可以拿过来单独去看 但是这本书又很值得玩味 也许你可以读十年二十年 因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小故事 都被这本书所包含 那这里是星级之道 我们今天跟您推荐的一本书 就是瑞士作家 伊夫斯·波萨特所做的 如果没有今天 那明天还会不会有昨天 这里是星级之道 我们与您一起文道 谢谢 再见